电影院门口过去总是络绎不绝的人聋 如今再也看不见 受到新型观众病毒疫情冲击 文化部透露有影城三月营收衰退将近九成 如果是在这些范围里面上中下游的事业 涵盖了表演艺术 然后出版实体书店视觉艺术 那电影应演 文化部在纾困1.0以及2.0 总计获得52.2亿元预算 也将补助对象扩大 主要以补助薪资以及营运补助为主 经济部的中小企业融资贷款也可以同时并行 针对艺文界的个体工作者也能自己申请 委托公司申请或依照劳动部规定 由职业工会认定 但是我们三月底有完成审查的 这个礼拜已经在陆续发核定函 那你只要收到核定函 你就可以清款 纾困1.0申请者目前累计7658件 核准之后最快本周就能请款 2.0则是等到特别预算通过之后 最快四月底开始申办